小懶蟲啊 都這麼晚了還不起床 起床了 真是個小懶蟲啊 快起來了 你再不起來 就真的又該睡覺了 還不是都被你那個酒害了 只是被我的酒嗎 疼了 不鬧了不鬧了 快起來啊 那 我要你幫我洗臉 幫我梳頭 幫我穿衣 好 盆都給你端過來了 閉眼 閉上眼 哦 我 傅君大人 你一直這樣寵我 我真要變成廢人了 廢人 那你快變成廢人吧 那我就止不得 你把我伺候得这么好 我是不是应该赏你啊 你当然应该赏伺候 我每天忙里忙外的 挺辛苦的 那我要赏你什么 不如伤我一个孩子怎么样 就依你 上官 容疯被抓了 怎么回事 我刚接到消息 他独自一人入宫行刺 结果中了埋伏 入宫行刺 我没想到他会单独行事 他因为公子的事心神不宁 我应该想到才是 景世子下落不明 容疯又被抓了 应当赶紧告诉他才是 上官 你真的不知道景世子在哪儿吗 所以呢 他坑 没关系 库 别扶着 简直是胡闹 还不是因为你 陈女儿女私情 容风才会铤而走险 如此血海深仇 他如何能忘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我都是局中之人 这是我们南逃的宿命 不仅墨阁上下如此 景世子更是南逃命 凤凰官真正叛乱的是三殿下 连宁儿也被牵扯其中 千真万全 老夫自问一生 可人 人所不能忍 才赢得这滔天的权势 眼下亲人缘薄 仅剩名儿一女 这是老夫最不能忍之处 三殿下如今势头正盛 又拉了戎景为其顶罪 再任其发展下去的话 久之必成大患 那老夫 就更不能轻举妄动了 洛瑶不明白 皇上会抓景世子 一来是为了复刻敌国的财产 那是为了复刻敌国的财产 那是为了复刻敌国的财产